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韋傑早安 十分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韋傑 因为现阶段全球资金都非常的多 大家一直拼命的宽松 大家股市似乎都跟着往上垫高 但是毕竟经济的数据没有上来 现阶段有个最新的指标说 全球股市过热了 因为这个指标亮出了红灯 这个怎么来解读呢 在全球市场当中 是不是大家现在都有一个 太过高的一个情况发生 我想这只能反映出市场上 针对于现在目前的股票的涨势 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害怕 但是害怕之余又觉得 不希望它下跌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心里是很矛盾的 我想其实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 提出过很多次的巴菲特指标 不管是拿来看台股还是美股 那这一次呢 有国际媒体把它拿来看 是全球的股市 那我想其实这个指标呢 其实早就已经过热很久了 就是过去这两年 其实一直都处于在过热 甚至到泡沫的阶段 那么现在再把它拿出来讲 只是想要先压一个淡数 就是说未来只要股市跌 就是因为它 就是因为它 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巴菲特指标 它只能够告诉我们 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变化 并不能够告诉我们说 它到底会跌多深 跌多久 甚至在结构上面 产业的变化 也没办法告诉我们 所以其实在这个指标上面 大家就只是稍微留意就可以了 那重点还是在关心 接下来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总有提到就是这个纾困案 美国纾困案 虽然说川普签的这个行政命令 可是真正的这个纾困案的这个讨论 仍然在国会进行当中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FED的态度 等一下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FED现在目前对于货币宽松的态度 是相对比较保守 没有像过去 就是过去这三个月一样 这么样子的这个激进 所以它会影响到股市也好 或者是在债券市场 甚至在贵金属的市场 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利用图卡来告诉大家 好的确 不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期间收盘的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昨天清晨 在今天期间收盘 还是持续往上涨的 在四大指数部分 我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稻穹工业指数的部分 昨天上涨了超过三百点以上 那最主要是在涨谁 最主要是在涨波音 最主要是在涨倒式化学 另外呢 这个摩根大通的上涨 然后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全资股 表现都还算是不错 那包含这两档全资股呢 上涨的幅度也来到百分之五 另外最弱势的 最弱势的产业领先指标 开拓重工 也涨了五% 那这一些在稻穹工业指数当中的全资股 上涨的力道相对比较猛 当然就推升了稻穹往上涨 那么大家特别留意 稻穹的成分股其实只有30档 稻穹的成分股只有30档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台湾50一样 有点像台湾50的感觉 那过去呢 在上涨的时候 其实在这一段涨势里面 很明确的是由苹果带动 就苹果一家哦 苹果一家哦 可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换成 从苹果换成落后补涨的个股 你就知道说其实在这边 创高指数的创高 内涵结构的改变 我们常常说高档换驾驶 其实都有点危险 因为呢 你如果不是由原先的主流往上带动 基本上它都是有问题 尤其是以落后补涨的族群带动 这个结构更是有问题中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成交量部分 并没有办法能够放大得很明显 所以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 在昨天上涨350点背后的一个内涵 另外我们还看到在NASSE指数 NASSE指数呢 其实在昨天的表现相对就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 等一下我们从结构图来掌握 你可以看到 在前一个交易日创下了波段高点之后 迅速的拉回 然后昨天再继续拉回 那么已经连续两天是拉回的状态 而且在低点的部分 是出现了低点跌破 高点不过的短线的空方的发展 短线啦 我是说极短线 不是说长期要转空 不是极短线 它是转为比较偏弱势的一个发展 那么还是讲到 在这个月线的部分 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强弱分水岭 因为这边还带有一个过去一个礼拜当中的强势多方缺口 只要一旦跌到月线以下 代表这个多方缺口被封闭 那么NASA指数转弱 就会比较确定一些 另外从费城半个体指数 它反而是领先科技类股表现 比较偏弱势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拉回几天 连续拉回三天 而且同样都是高点不过 低点跌破的一个空方的态势 这个架构 但是我还是强调它是极短线 那当然所有的长期趋势 都从极短线的一个变化开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帮大家留意说 短线它到底结构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一旦这个结构变化确定 那后面从短期变成中期的一个下跌回档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整波段的反弹结束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从短期开始 一定要特别留意它的细节变化 所谓说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帮大家留意细节 主要是要帮大家掌握 早期起跌的位置点 进而能够让大家能够在操作的时候能够避险 那反而不是说我在这边请大家放 不是放空 是说什么时候要转弱你的手上的持股 可能要进行调整 另外从结构图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亚马逊跌 然后Netflix跌 脸书也跌2% 然后AMD也跌了 然后NVIDIA没涨 另外在微软跌将近快2% 苹果只是上涨了将近快1.5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从全资股的结构来看 它还是相对比较偏弱 然后另外在这个所谓的保健防疫板块 昨天也是下跌的重心 那其他的包含这个就是属于传彩 这个是属于金融 反而涨势相对比较明确一点点 所以其实在现在目前 美国股市的架构当中 它的领涨的科技股 开始慢慢在盘头转弱 可是过去市场上最引领期待 跟盼望的生计疫苗股 却也在这边将近产出的时候 这个疫苗快产出的时候 竟然开始出现利多不涨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都是在美国股市当中 结构的一些弱点 另外我们来看到这几张图卡 我们刚刚讲到 在FED的部分 过去市场上是一直期待说 FED会持续的宽松 为什么 因为经济救不起来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们昨天是不是告诉大家 当美国的失业率在往下掉的时候 有一个数据会往上跑 叫做通货膨胀 就是CPI会往上跑 只要一旦预期未来的CPI是往上跑 那么FED就不会在这边继续宽松 就不会继续宽松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在广义的货币供给量的部分 是连续的下滑 连续的下滑 两个礼拜 现在目前FED还在维持它的购债计划没有改变 可是它持续在放钱的过程当中 竟然会看到 广义的货币供给量连续两周下滑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简单来说 现在目前支撑住美国股市的货币流动性 就是货币宽松的程度 没有像过去那么宽松 你看过去它是一路的往上涨 可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两个礼拜不太涨 所以为什么美国股市没办法再明快的创高 为什么 因为它的货币供给量开始出现问题 好 那货币供给量出现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利率的部分 货币供给量的下滑 其实反映到的是对于未来通膨的预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条线是代表三条利率曲线 分别都是十年期的这个 十年期的债券的收支平衡点 另外就是十年期的美国十年期公债的价格 另外就是这两个对减之后 在市场上反映出来的真实利率 现在目前反映出来的真实利率 美国十年期公债的真实利率来到负1个百分点 负1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目前呢 以现在的收支平衡点状态来说它是在1.58 可是它市场上交易出来只有0.55 只有0.55 所以这一来一回之前 你可以把它成为明目利率减掉通货膨胀 现在目前通货膨胀大概就正水准 收支平衡是说我的债券跟通货膨胀的收支平衡点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视为是通货膨胀的指数 好那你把明目利率减掉 减掉通货膨胀的利率 那就会产生一个生死的一个报酬率出来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是负1个百分点 也就是实质利率进入到负的一个角度当中 但是呢各位要看一下过去 这个所谓的收支平衡点的这个利率曲线 跟美国的10年期公贷值利率的曲线 其实是高度正相关 各位没有看到高度正相关 涨就涨跌就跌喔 可是呢到了今年3月之后呢 这一条反映市场通膨预期的 殖利率曲线是在往上跑 但是反而是在真实市场交易的这个 美国10年期公债 它却是往下慢慢的缓步下跌 可是这两个本来应该是高度正相关啊 当出现背离程度越来越大的时候 会不会有哪一天它会往上走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的美国10年期公债的价格 它的利率利率往上跑 利率往上跑趋近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一个比率 那只要这个往上跑真实利率就往上反弹喔 它不见得一定要弹回到正值 但是它只要往上勾 那就代表未来的通货膨胀的预期是确定会发生 只要未来通货膨胀确定会发生 就发生两件事情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FED不会继续宽松 那FED既然它不会继续宽松 那市场上原先对于FED宽松的就是期待 就落空 一旦没有钱再支撑股市 那倒霉就两个市场 第一个就是股票市场 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板块 它有可能在接下来 确定FED不宽松之后呢 它回档修正的幅度会稍微比较猛 另外一个就是贵金属 所以为什么说在通膨的环境当中呢 贵金属反而在这一波拉回的机会 跟可能性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后续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短线如果出现了反弹 接近到一个百分点左右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就是美国股市 不管是债市还是贵金属 都有可能同时修正的一个时间点 大家特别留意未来的发展 好的确在美国股市 如果往下修正的话 这幅度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经常帮大家 挑出来的几大新闻重点当中 第一个就是特别跟大家提到了 现阶段的全球股市有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过热代表什么意思 亮出红灯 后续来说通常以过去的例子 它会有一段幅度的修正 这个幅度在这一波怎么来做观察 好我想其实这个目前看起来 他们计算的全球股票的市值 大概是87.83兆美元 那另外全球的GDP平均做 去年统计下来是87.75兆 那这两个一对除之下呢 它是大于1 所以他们判断全球股市过热 是来自于这样 但实际上不能这样看 因为它是一个平均值的概念 你应该是个别个别市场去看 因为每一个个别市场 针对于巴菲特的过热的标准 都不太一样 比如像美国 美国是120以上 120以上就是泡沫 100到120叫过热 过热泡沫 然后到破裂 但它没有办法告诉你 一旦泡沫破裂 它会回挡修正的幅度有多深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市场上的流动性 似乎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 FED印钞就是的一个状况 没有那么积极 因为什么 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我们昨天也帮大家提过 美国的食品价格 其实在过去二月份到六月份 这中间食品的价格 平均涨幅都是两位数以上 那么其实会带动的就是 国内的物价通膨 那物价通膨上去之后 那再加上高失业率 其实美国就会进入到一个 停滞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 如果它控制不好 基本上它会失控 那就变成说人民的生活 就会比较困苦一点点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过热指标 我比较习惯看的是这个 就是说恐惧跟贪婪指数 现在这是CNN统计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CNN统计的 那现在目前贪婪指数 都是来到了74 74 那一般来说极端值100 跟极端值0 这是很少看到 很少很少看到 好但是呢 一般来说来到60以上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曲线 这是从2017到2020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统计 一般来说60以上 你就应该要进入到 警戒的一个阶段 那更不用讲它超过60以上 越来越多 代表你应该要越来越保守 要越来越保守 所以其实我们常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巴菲特常讲 别人在贪婪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恐惧 别人在恐惧的时候 我应该要贪婪 那现在到底是应该要恐惧 还是要贪婪 我说投资人的心理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 从这张图卡 不就很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的现象 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讲过很多的指标 都告诉大家 全球的股市都在过热 全球股市都在过热 很有可能 就有可能会有泡沫破裂的危机 只是说市场上选择忽视 就是说希望全球央行继续宽松 把宽松这件事情 当成理所当然 那所有的这个过热讯号 都眼睛遮起来好像看不到 所以其实一旦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 我们才会比较担心说 这个回档修正的速度会比较快 大家会来不及跑 所以一直在提醒大家 可能在未来的操作上面 应该要更保守谨慎一点点 好 这是在全球股市当中 对大家来这个解读的焦点 不过现在在讲到 在全球经济层面当中 中美之间的关系 似乎越来越恶化了 美国现在针对中国 很多企业去开刀 前一阵子在最坡在传的是TikTok 那现在连微信 好 美国现在也禁止了 当然不管是TikTok 不然是微信 他们使用者都是要有手机 所以现在就有个消息认为 说这恐怕 如果美国把这个微信都禁了 那马上接下来 新的iPhone要推出 可能会造成整个iPhone销量 往下滑 好 这个30%的幅度 其实不小 这个要怎么来解读 不然它主要的这个 观察的重点 应该是在这个 中国大陆的市场 因为其实过去这个 苹果iPhone 它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 其实还蛮不错 卖手就是卖SE系列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所谓的 iPhone11的这个产品 所以其实在中国市场当中 对iPhone来讲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必须要经营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它一旦扩及全球 其实应该不是全球 应该是扩及到中国大陆 那如果说要求它把 微信从这个 苹果的App Store里面移除 它可能销量大部分 下销的部分应该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占营收大概是15到16%的一个市场 可能就会 应该悲观一点就是全部消失 因为大家都不用 只要我没办法 因为我应该先这样讲 中国大陆会卖的比较好 原因是因为降价嘛 高CP值 那会吸引到很多 过去非评的用户转到苹果去使用嘛 那你现在把我的微信给禁掉了 你知道现在 中国大陆的人民多么的依靠微信 日常的十一柱型全部都在上面了 那万一它把它禁掉了 那我现在手机等于废物 你知道我就不会去用了 我等于不会去用 那糟糕 所以为什么它这一次会 会说是这样子的影响 那大家就知道 所以从整个苹果供应链当中 我们先看2317的鸿海 如果说这件事情一旦成真 那当然影响到的一定是组装的 一些产业 那当然鸿海最近呢 相对有一些比较偏反弹的走势 外资也稍微有点买差 不过它在股价的走势上面相对比较弱 这个除息之后的缺口 是我们一直比较关速的一个焦点 那如果说它短线能够再持续往上攻 是最好的 那另外4938的合作 其实也是一样 在除息之后呢 就一路往下走 目前是跌升的一个反弹 也不是一个太好的走势 甚至呢 从五六月份开始 外资卖超的力道相对就比较重 这个都是气息 就是说它除息 没有人要参加 都气息 没有人要参加它 另外3008的大力光也是一个关键 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大力光 你看公布完营收上去之后 这缺口已经快被封闭了 缺口已经快被封闭了 那更不用讲这个空方缺口这么大 上不去 上不去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在这个苹果供应链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指标 只要这件事情真的成真 未来的表现真的是会比较差一点点 大家后续还是要稍微保守一点点 好的 的确看得出苹干 苹干其实在这一波 大家电子不在涨的时候 它真的都没什么动 都还是躺在下面 好 那哪些在涨呢 包括这些表现业绩不错的 昨天七月份业绩最新也公布了 台积的第三季 现在算蛮乐观 联发科在单月的部分表现也不错 在这些指标热门股当中 我也怎么来看接下来 好 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半导体的产业 其实都已经比较偏过热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 其实不管是台积电还是联发科 他们现在的股价反应 我们说股价 其实跟营收的表现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但至于它会 成长几倍 这个都很难预估 要看当下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反应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台积电跟联发科的股价 我个人看 是已经反映到了 未来两年的一个股价了 所以现在在公布的营收 只要没有出乎市场上的预料之外 可能股价都会比较保守一点 对 对 谢谢大家